我们再来看这个字串物件 它有提供哪些功能给你 就是哪些函数 然后协助你去操纵这个字元 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所学到 用最简单的用加 加的话就是连接 连接两个字串 那另外它也可以用 CONCAT这个函数 可以把原本的字串再讲 再连接超过一个以上字串 比如说连接第一个 再连接第二个 所以总共接起来 就这三个字串把它接起来 那再来它会有取子字串的功能 那这边有三个 这个函数名称很像 比如slice 然后substr 然后substr 有点像 不过建议大家就使用substr 就是取用子字串的意思 那3的话 就是从index3开始 然后7就是取7个 那如果反过来 负3就是到这个字串的尾端开始往前取3个字元 那substr 负3就不work了 它会把原本的字串复制给你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这个substream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去找到 我想要找的这个字元的位置 譬如这个w他就会去找到他的这个index index是多少 我们如果呼叫index of 然后找w 那他就会这样 就会找到这个 那这个就w的位置所在 譬如说 你可以看第一个是0 0123456 所以他就找到6 那你也可以讲 你也可以从反向过来找 譬如说我要找O 但我从最后面往前找 那找到的就变成是后面 靠近后面这个O 那他还是会给你index 那一样会从左边开始算 0123456 7 之类的 就找到这个O的位置 ok 好 所以我们可以 利用这些方式来找 字串里面的字元 然后 甚至后面会怎样 会去replace 去取代这个这个字元 那再来的话 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O 对不对 那你 譬如说 从第五个字元开始 index5的地方开始 再去找下一个O 譬如说你跳过了 现在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前面的O 然后往下找 这个其实 我们在写程式后 确实是会用到 我们常常会 去抓 从 从某一个 资料之后 在下面再找一个相同资料 在下面找一个相同资料 这个是 啊 常常用到的一个一个技巧 好 那 另外还有哪些 可以讲可以操作 操纵字串啊 比如说 trim 它是把 任何的字串啊 当然 中间有空格也没关系 它的前面的空格 跟最后面空格把它移除啊 所以trim函数是移除 最前面跟最后面的空格 那另外也可以转成什么 转成 这个 大写字母跟小写字母 用upper case 跟lower case to upper case 然后我们前面有示范过 你可以讲 可以利用它有 痘号 把它讲 把它split开来 split开来 split开来就变成这个阵列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痘号 然后呼叫split 就变成 这变成一个阵列 那你也可以要求阵列最多只能放两个 也就是说它可能把 r1d跟blue放进去阵列 那后面它就不做 所以这个是 那个一个number 那个number代表你最多就只能够放多少个阵列 那另外它可以做比较 这边比较它其实是字元 整个字元比较 比如这个y 就是在b的后面 那如果完全一样 都是yelow 它就是答案就是0 那它会有一个前面后面给你一个1跟-1 那完全一样就是给0 但是一个比较而已 那另外你可以 利用这个arskicol碼来做出这个字串 比如说arskicol碼1041101 这样子的一个号码 然后转换成字串 它可以变成利用stream.francechr code 然后最后就变成字串 存在这个sstr里面 那后面就是一些pattern的比较 比如说如果你一开始 宣告一个字串里面有CAT 多号BAT 多号SAT 多号FAT 这pattern其实有点困难 而且它应该是在advance课程里面 你可以再去多学一些 那我们这边就讲一些简单的而已 那因为太多太复杂 那我要做这个字串比较 我要先去做一个pattern 比如说这边的pattern一定是用什么 用两个这个除号 然后中间放那个pattern 那另外你也可以用字串 但是这个字串的话 如果你里面还要写除号 你就变成要两个除 不是里面要写导斜线的话 你变成要两个导斜线 这个是字串里面 因为那个类似C元导斜线N 它会有一些特殊字元的一个使用方式 在字串里面使用特殊字元 所以你变成说要两个导斜线才是真正的导斜线 这个反正有点复杂 你可以将来有机会再去搞清楚 那反正两个除号它就变成pattern 那它的效果会跟用字串的符号框起来是一样 只是有一些符号呢 它在使用上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这边使用什么 使用两个除号 然后中间写个点AT 点就是任何字元 所以譬如说这边CAT BAT也就通通都符合 那它如果用match pattern的话 它就只会讲 只会显示一次找到那个字串 因为你这里头这个pattern 你给它的是怎样 是出现一次而已 所以它就会找到CAT 所以最后出来就是CAT 那有没有其他的功能 也还是有 比如说你可以除了这个找到 match就是把它找出来 找到的字串以外 另外还可以讲 还可以取代 那取代的话 它譬如说可以用 把AT取代成OND 它就会把第一个 这个CAT 把它取代成OND 那你如果要每个都取代 你就要把pattern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就是它类似一个 global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整个字串里面 每个地方只要有出现这个pattern 我就做就做同样式 所以它它要多下一个指令 就是在结束这个除号的后面加个g 加个g 就代表说我要重复的使用这个pattern 然后只要有相同的我就继续做这件事 所以如果多下一个指令g的话 它就会把把这个里面每个AT都换成这个OND 所以变成COND BOND SOND 等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再来它还有更复杂 不过我们就是稍微知道就好 因为这其实太太多那个pattern的写法 那个后面有个regesp 那个字串也是我们讲一点点 因为太多这种pattern怎么写 好 所以假设你把这个点AT 那就代表说可能是前面那个点就任何字元 可以CAT BAT SAT FAT都可以 然后你如果用一个括号刮起来 那我后面可以去认 第一个括号就是字串E 第二个括号字串2这样子 那所以这括号的概念只是变成是 可以分分别出它是第一个字串 第二个字串第三个字串而已 那再来这边有一个g 所以它就会去找每个只要是CAT BAT 它就会把CAT换成WORD 然后一样就把这个刚刚这括号里面找到的CAT 就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WORD CAT 然后找到BAT 这个也是满足点AT 它还整个改成WORD 这个BAT 然后逗号 然后也是WORD SAT 然后逗号WORD FAT 所以它有一个很方便的这种文字操作的这个方式 好我们假设比如说使用者 它可能在这个栏位上 输入栏位上告诉我说它X坐标的位置 然后Y坐标的位置 然后Z坐标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想要算它的跟原点的距离 那我这时候有这个字串 那我就要怎样 就要去分析这个字串 那这时候就有 要使用这个Index of 跟Substring的方式 好所以我先假设它的输入好 输入是一个字串 然后我们来开始来分析 然后来找到我要的这个答案 好 那我一般会有一个Pointer 那这Pointer的话就会去找 譬如说 你分析完以后它大概有一个 冒号跟逗号 所以你要去找冒号跟逗号 点Index of 冒号 冒号的话就是 好把它写上去 好 那你找到这个以后 你通常会怎样 会从这个的下一个Index 开始去把字元把它 把它收集下来 所以应该是加1的 正常应该是加1 OK 好 然后另外呢你就会怎样 你就要去找 逗号的位置 所以 你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就怎样 它是 一样要去找Index 只是说你现在找的是什么 是逗号 然后你从哪边开始找呢 你实际上你就从Pointer 开始找就好 好 那找到之后呢 我就会 就可以把 这个 啊 X 的数字 把它 用 subscript的方式 把它抓到 那你最好测试一下 比如说X等于什么 等于 啊 usr str 点 sub str 它会有一个起始位置 起始位置就是Pnt 啊 然后一个 终点位置 要减掉起始位置 那这样子就找 抓到 那个100 啊 这个 三个字元 好 那 确认以后你怎样 做一个 呃 输出啊 把这X找到的这个内容做输出 好 确认一下它答案对不对 好 存档然后做重新整理 然后显示结果 诶 确实是100 那你就可以讲 可以把它转换成 数字 用Number函数呼叫 把它转换成数字 OK 那你要继续找什么 找第二个 好 所以一样 就是 P NTR就要找下一个 那怎么样去找到下一个 它就是从 目前 这个位置啊 刚刚那个位置 PNTR 刚刚的位置啊 你刚刚已经记下一个位置 然后从这个位置再往下 找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冒号 好 那一样找到以后是 加1 它加1才是下一个 Index的Value 就是不是冒号那个位置的 IndexValue 那同样道理呢 这个END的部分也是 好 你要从 从这个PNTR的 这个 已经找到什么 找到冒号的下一个 好 其实当然就是 Y冒号下一个 就是E 就E那个位置 好 然后呢 你要去找什么 它的END的位置 把它找出来 那找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宣告 一个Y的值 好 把它 取出来 好 那你去确认一下 X 然后 DOR號 Y 然后 这个换列 看答案对不对 有可能还是错的 所以你要去检测一下 重新整理 然后 显示结果 确实有抓到 100 这个数字 OK 好 那最后一个 比较特别 因为它最后是怎样 就是 END OF STRING 它并没有 它最后就是ENDING ENDING的话就 就变成说 你要用它的 String的长度 来做检测 好 所以 接下来 我们一样 要找 PNTR 下一个 冒号的位置 OK 好 一样从刚刚 已经找到的 PNTR 位置 再往 因为它已经加1了 所以它就不会是 冒号位置 冒号位置 再往下移 一个INDEX 然后再往下去 找下一个 冒号位置 OK 那 现在就是说 Z的值的话 因为你 已经没有下一个 DOR號 但是你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它的 置串的长度 所以你可以用 这样子串的长度 当做 这个 PNTR 所以这边可以用 USR STR 点长度 点掉 PNTR OK 好 那我们就把 结果 确认一下 看这个Z的值 对不对 那如果不对 你就要去 找出原因来 到底是你 搜寻了这个 字串 好 所以找到 100 100 OK 下一步呢 你就可以讲 就可以把 我们的 原本 这个字串 就换回来 换成这个 MIN 刚刚的 IN1 我们就把 Document 这个东西 去抓 抓我的 那个输入的是 IN1 然后抓到之后 它它的什么 它下面的 点Value而已 所以很简单 这边的IN1 然后呢 再点Value 就抓到它的 字串内容 好 然后后续做的事情 都一样 那我们先检查一下 先做测试一下 检查一下到底 这个 XYZ的值 就是它的结果到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下面确实是 RN1 所以应该有抓到 GetElement 把ID 然后点Value 就是它的字串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 重新整理 然后开始就要做输入 比如X我可以输入10 然后Y输入11.222 好 Z输入 5.6 5.6 OK 然后我们显示一下结果 确实 X是10 Y是11.222 然后Z是5.6 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讲 就可以算它的 长度 就是 其实也很简单 好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把这个长度写出来 好 实际上就是用呼叫数学 点 SQRT 函数 算完以后 它会把数 再转成字串 然后你就是 X乘上X Y乘上Y Z乘上Z 平方 然后最后再开根号 然后就会得到它的长度 OK 好 我们做重新整理 比如说输入X是1 然后Y是2 然后Z是3 好 然后显示结果 OK 好 你就可以算出来 它是根号这个 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 所以根号14 那你可以用电子计算机 算一下 看这个根号14的答案 对不对 比如说 14 开根号 答案是3.74 16 57 38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的 在实际上在写程式的时候 会需要使用的 这个 字串的 这个 这个 拆解的 技巧